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忠 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 约伯说 谁能使洁净之物处于污秽之中呢 无论谁也不能 但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保罗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约圣经以西节书 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神说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些的偶像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 愿我们都看中自己分别为生的身份 每天用信心胜过世界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神的义 我们思想 神的义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罗马书第八章 一到十一节 罗马书八章 一到十一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啊 主啊 我情愿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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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啊 我尽管 顺服你的指引 接受各样失恋 一生心靠你 主啊 我尽管 拥有你的爱情 舍着你解冲 永远属于你 唯有你 是我所想 唯有你 是我所想 唯有你 是我所想 亲爱总是你 我就不信任 罗马书第八章 一到十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的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异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火过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四节 罗马书八章四节 经文说道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罗马书八章四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罗马书八章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罗马书八章四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神的义 当你说我不可能会变好 反正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就算试着变好 也徒劳无一时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 不错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我不同意 我们应该停止尝试改变 因为神的义 是为每个人预备的 虽然我相信神的义 能赦免我们的罪 但这并非我唯一的意思 我相信神的义 能整个改变你 因为当他的义 可以进到你的灵魂中 他能与你的全人合而为一 那时 基督不仅成为你的智慧公义圣洁 并且是你感受到他所感觉的 思想他所思想的 爱他所爱的 恨他所恨的 并拥有他圣洁的性格 总之 神的义是使律法的义成就 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们无法靠自己称义 只能靠他的义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不仅是我们的行动 会与他的步骤和谐 我们的直觉 心愿和性格 都会与他一致 你信耶稣了吗 如果今天 你就打开心门 让他进到你心里 神的义 就将完全实现在你的生命中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 在这交汇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图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神的义 这个题目 救恩是处于耶和华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卸着信 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 圣洁救赎 救恩是由神开始 也由神完成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而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说 神的义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路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保罗说 但如今 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已经写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些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二三节到二十六节 保罗接着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写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写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不是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而是神借着基督 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因为爱我们 借着基督代替我们 好救赎我们 帮我们挽回 基督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 使我们能借着他与神和好 恢复与神的相交 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保罗说 神是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救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什么意思呢 神不但把我们的罪归到 耶稣基督身上 也把基督的完全顺服归到我们身上 神把我们的罪归到爱子身上 不是要让我们再去犯罪 而是有更高的旨意 它要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新一本圣经把这些经文翻译做 是律法所要求的义 可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 而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践出来 你说可能吗 弟兄姐妹 既然神说可以 那就是可以 神说了 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承受 顺服神 看神借着圣灵所要做的奇功 信就是寄望于 一些都是出于神 是神从起初拣选了我们 是我们能以得救 神怎样引导我们品格 思想和行为 是我们逐渐符合他公义的要求呢 首先 他用他的灵叫我们苏醒过来 马戏团里有一个老受嫌疑的节目 就是大象的表演 大象是陆地上身体最庞大 体重最重的动物 马戏团怎么训练一头大象呢 是在大象还小的时候 还是头小象的时候 他没有非常粗的铁链绑住象腿 小象动弹不得 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久了以后 小象长大了 你就是用一根很细的绳子绑住他的腿 他也不会挣脱了 其实 他的力气足以挣脱 但是他已经习惯了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 我们就像一头被驯服的大象 其实力气足以挣脱 但是一点点试探 就把我们制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已经卖给罪了 神是圣洁的 有人叫我们成圣的 他叫我们活过来 有些的圣灵 是我们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联合 耶稣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 他曾经到世上来做人 他不但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并且在人性中要与我们联合 死的毒钩 死的权势 竟然因为他的牺牲待死 已经灭绝 罪也并不能做我们的主 基督要带领我们向着罪死 向着异活 此生命圣灵律 要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 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罗马书六章五到六节 保罗说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施价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使罪生灭绝什么意思 就是罪在我们身上的作用 渐渐失去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开始顺从基督 使徒约翰说 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 一块大木头 因为没有生命 虽然巨大 所以一条河流里 只能顺流而下 但是一条小鱼 却能够逆流而上 因为它有生命 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感动我们 更新变化我们 使我们心被恩感 甘心按着心灵的信仰服侍主 奴隶必须顺服 否则会遭到处罚 员工必须尽责 否则会被扣薪水 神的儿女顺服 是因为她想要顺服 信仰是他们内心的喜乐 而不是宗教责任 因为对神的爱 我们愿意心意纯洁 存谦卑的心 甘愿被圣灵引导 结局就是得荣耀 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 掳灰了我们这些被仇敌 任意掳走的人 他叫我们活过来 又是我们领受他的恩赐 给终身在神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主常做父所喜悦的事 凡有愤与他生命性情的人 也当如此 主喜爱公义 恨无罪恶 我们有了基督的心 也一样厌恶邪恶的得势 喜欢真理的胜利 我们里面的人 既然喜欢神的律 内心愿意顺服 就当竭力追求 让主更多地得着我们 听众姐妹 你既然不爱罪 犯罪 就不应是你的习惯 既然你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不应该跟着世界走 而跟着神的心意走 哥罗西书二章第六节 保罗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不但认识他的儿子 并且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要我们不但信他 而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诗文 今天你是否看重 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可曾用心省察 基督是否成心在你心里 是否留意自己 灵里有没有与主联合 宣信博士说 不要只满足于地位上的成圣 而要多求基督住在我里面的真实体验 每天的灵修 不是让我们倚靠自己 而是更懂得要向神伟身 神一直在工作 他记得圣灵 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 并且必定成全之功 所以我们充满盼望 是神照着他荣耀的全能 是我们得着能力 包括我们立志行事 也都是他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他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你若既然一些多处于神 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要做什么呢 弟兄姐妹 你要做的就是顺服 就是持续仰望神 寻求从他来的帮助 在他的恩典中尽力 因为你的生命是 基督正在成行的生命 你只要好好顺服主 当你与罪恶相争 必然能够在肉身活着的时候 经历到释放和得胜 你一心倚靠主 你的生命 必然能够经历顺服主 所带来的改变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标杆 我们心里的每一个圣洁思想 唯独从他而来 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弟兄姐妹 你没发现 信主之后的我 已经不再是从先的我了 而是与主联合 被主替代的新的我 这个新的我是从主的灵变成的 是被神转化过的我 感谢主 因着他的大怜悯 和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厚爱 他为我们做成了我们无能为力 靠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 神会有大能成全 我们心中所羡慕的良善 我们只要寻求圣灵的引导 并且顺服 只要好好与主联合 向着神而活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就如同水流经过之处 久滋生生命 圣灵仿佛涌流不息的活水 流入沿海 就是水变甜 借着重生的喜 和圣灵的更新 神是我们悖念的意志 转变过来 开始懂得选择他的道路 甘心顺服他的旨意 英国圣工会大主教莱尔说 他们热爱他们曾一度恨恶的属灵的事 恨恶他们曾一度迷恋的属世的事情 他们有了新的习惯 新的伙伴 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情趣 新的感受 新的态度 新的忧愁 新的喜好 新的盼望和新的恐惧 一句话 他们人生的整个取向都改变了 你会发现以前没有这种渴求 如今有了 你越认识自己 就越晓得不能靠堕落的本性 而要仰望神恩典的作为 你越谦卑 就越慎重看待自己的败坏 而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 你知道主是葡萄树 你不过是只子 离了他你根本不能做什么 随从肉体就只有失败 但随从圣灵 圣灵就借着我们切出 没有律法禁止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 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主松手 让他塑造 被他改变 让他引导 就是经历他的全能 实在在地活出 他已经成就的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我时刻需要你 教主安神 我时刻需要你 教主安神 谁用我时刻 dla人 和主持人们 为您和你需要你 做出这个圣灵 我需要你 让主持人们 我来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 与我亲近 我为我来试看 是我的生 我救主我需要你 与时刻需要你 王主随身是恩惠 我来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 我拥有我能 主我不太担心 我叫我 我救主我需要你 与时刻需要你 王主随身是恩惠 我来救你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说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你满心愿意律法所要求的义 可以在我们这些不死宗肉体 只死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实现出来 若过去我们一直依靠自己 常常失败 透过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懂得选择依靠圣灵 懂得谦卑仰望你 从你那里支取得胜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是我们能够在罪上死 在意上活 父啊 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帮助我们不追随世界 而行身为人合乎圣徒的体统 做你的圣洁子民 活出与分别为生身份相称的生活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搜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成心 照片 圣案 月 河 山 我是我母者 我并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 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 我同在同心里找